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高荣宏,目前任教育国立阳明交通大学。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研究团队所开发出来的人工智慧技术。 技术的名称是Distributed Reinforcement Learning Based Collision Avoidance for UAV Communication Networks。 这个研究计划主要的经费来源是科技部的人工智慧研究计划。 我们计划的名称是应用于人工智慧的大规模随机最佳化理论、演算法与软体。 这是一个四年级的计划,从2018年到2021年。 主持人是我本人,高荣宏。 此外,我们还有五位教授担任这个计划的共同主持人, 分别是简仁宗教授、吴卓裕教授、蔡尚和教授、云居宏教授以及高荣俊教授。 我们这个计划所属的研究中心是科技部台湾大学人工智慧技术剂全服健康照护联合研究中心。 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已经发表在国际顶尖的期刊上以及国际知名的研讨会上面, 其中包含这张图影片所显示的两篇论文。 第一篇论文是由我所指导的研究生徐玉鑫以及我本人所完成的。 已经在去年的六月,已经被国际知名的期刊 I3E Translation on Mobile Computing所接受, 目前已经可以在I3E Spolar网站公开的下载了。 第二篇论文是我的研究生林鲁山以及邱小婷和我本人所一起完成的。 这篇国际研讨会论文在今年的四月, 已经在I3E VTC国际2021Spring国际研讨会上所发表了。 我们的研究成果包含以下几个主要的技术上的创新的贡献。 首先,我们的研究成果是在国际的公开文献上第一个严谨的研究 关于无人机执行两种任务的时候所相应产生的最佳化的问题。 那这边呢,我们同时考虑无人机要执行两种任务。 第一种任务呢,是在无人机飞行的forward path上面要去deliver一个实体的物件。 第二种任务呢,是在无人机飞行回到它的机房的backward path当中呢, 可以去收集地面上一直的物联网装置的资料。 第二个呢,我们提出了一个分散式强化学习为基础的发自来达到多个无人机彼此之间自主的碰撞壁面。 也就是说呢,这些无人机可以属于不同的公司、不同的机构, 在它们起飞之前呢,并不晓得彼此的存在。 只有在它们起飞之后呢,才会经由所属的各种sensor, 侦测到对方的存在,然后根据之前强化学习所学习到的结果, 来达成自主式的碰撞壁面。 用单纯的强化学习演算法,想要找到一个无人机飞行的最佳路径, 来确保所有地面物联网的装置呢,所想要传送的资料都可以传送到无人机,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工作。 因此呢,我们提出了以最佳化方法为辅助的演算法, 来结合强化学习演算法。 那我们的路径规划演算法里面呢, 同时包含了使用组合最佳化以及突最佳化演算法。 那我们所提出来的最佳路径规划演算法, 也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的强化学习演算法, 可以更快速地收敛到想要达到的solution。 这张投影片的图呢, 是用来解释我们所想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有两台无人机, 分别用绿色以及紫色来表示。 地面上呢, 有五个物联网装置, 分别以W1、W2到W5来标记。 那每个地面上的物联网装置呢, 可能是有网路传输功能的照相机, 或者是呢, 有网路传输功能的摄影机。 当然也可能是一般的智慧型手机。 那在这个网路里面呢, 绿色的无人机呢, 首先呢, 必须要运送一个黄色的包裹, 然后到这一栋黄色的建筑物。 然后之后呢, 再从黄色的建筑物出发, 然后分别服务W1、W2、W3 三个地面上物联网的装置之后呢, 再飞回它的出发地。 同样的呢, 紫色的无人机也要服务两个标记为W4跟W5的地面上的物联网装置。 在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智慧型手机的图示。 因为呢, 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分散式的法子, 那这两台无人机可以是属于不同的机构的, 所以呢, 他们在各自起飞前并不会知道彼此的存在。 如果呢, 只是单纯的各自规划他们飞行的路径的话, 那么这个绿色的飞行的路径跟紫色飞行的路径, 就有可能导致两台无人机在空中可能会有碰撞的情形发生。 所以呢, 我们想要设计出一套分散式以强化学习为基础的演算法, 可以让无人机间呢, 避开任何的碰撞, 并且呢, 在飞行的过程中可以达成它两种的任务。 这张头影片显示的是我们所考虑的一个网路架构的简图, 那我们考虑呢, 有很多台这个Atonomous的无人机, 那这里为了简单起见只化一台无人机而已, 那除了无人机以外呢, 这个网路里面在地面上还有很多的这个物联网的装置。 这张头影片呢, 更进一步的说明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问题的一些技术上的细节。 首先呢, 我们考虑网路里面有多台Atonomous的无人机, 它们可以是属于完全不一样的公司或者是机构所拥有的, 所以彼此之间呢, 并没有一个中央协调的控制者的存在。 那除此之外呢, 地面上呢, 会有多个物联网的装置, 这些物联网的装置呢, 会收集资料, 然后我们的无人机呢, 在这个情境里面有两种功能。 那第一部分呢, 是无人机呢, 可以运送一个实体的包裹, 在那个Forward Pass的时候, 可以从Source运送一个实体的包裹, 到它所想要去的Destination。 那在这个Backward Pass的部分呢, 无人机呢, 就会去收集来自于地面的物联网装置的资料。 这张头影片呢, 简介我们所提出的方案, 首先呢, 因为我们考虑的无人机呢, 是独立自主的, 所以呢, 没有一个Essentialized的Controller, 所以我们决定采用一个Decentralized的Approach。 那我们知道, 这个在无人机的这个网路里面呢, 碰撞的避免是最基本的。 那为了解决这个碰撞的避免, 并且呢, 使无人机能够尽快地完成它想要达成的任务, 那我们为了降低计算复杂度, 使所提出的方案可行。 所以我们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拆成两个子问题来处理。 那第一部分呢, 关于碰撞避免的部分呢, 我们使用强化学习相关的技术来训练无人机, 然后使得它经过训练之后可以自发的避免不必要的碰撞。 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是要去设计最佳的Backward Path, 使得呢, 每一台无人机呢, 都能够用最短的路径, 最快的时间, 然后完成它们来自于这个地面物联网装置的资料收集, 并且回到它自己触发的地方。 那这边呢, 我们所使用的有离散最佳化的技术, 以及连续最佳化的技术。 那离散最佳化的技术呢, 我们使用的是Traveling Seism and Problem, 跟相关的演算法。 那连续最佳化的技术呢, 我们使用的是Convex Optimization的Theory以及Algorithm。 这张头影片显示的呢, 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里面的一个子问题, 名称为Past Planning for Serving One Node。 这张头影片里面呢, 有一个以WK为圆心, RK为半径的圆。 其中WK是一个地面物联网装置的位置。 假设现在无人机想要从S飞到D, 为了无人机为了要能够从在WK的这个物联网装置收集到足够的资料, 它必须飞进以WK为圆心, RK为半径的这个圆的内部, 包含边界。 那RK的大小除了跟地面物联网装置的传输功率, 还有它想要达到的Data Transmission Rate有关以外, 我们也考虑进去无人机的最大飞行速度。 因此呢, RK的大小呢, 会比一般文献上所考虑的RK要更小一点。 这样子才能保证, 只要无人机可以飞到这个圆的圆周上合适的一点, 它就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收集到地面物联网装置, 想要传送给它的资料, 不管它未来是要以怎么样子的方向离开这个圆。 那写成一个数学形式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投影片下方这样一个数学最佳化的问题。 那这会是一个convex optimization的问题。 这张投影片呢, 所显示的是我们采取的强化学习方法里面的状态空间, 每一个状态的表示方法。 那我们为了要避免所谓的维度的诅咒, 我们并不会去记录整个网络的状态。 相反的呢, 我们只让每一个无人机呢, 记录在它的感测范围之内的local network information。 那在这张图里面呢, 无人机会以自己目前的位置当成坐标的原点。 那无人机呢, 所记录的local的状态呢, 会包含现在自己飞行的方向, 以及直线到达飞行目的地的方向的夹角。 还有呢, 在感测的范围内是否有其他的无人机存在, 以及呢, 在附近的无人机距离它的距离以及角度等等相关的资讯。 因为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分散式的方法, 所以呢, 整个相对应的状态空间就会比采用global的state的方法要小非常多。 因此呢, 我们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内解决我们的强化学习相关的最佳化的问题。 这张投影片显示的是我们所采取的强化学习演算法所对应到的action space。 那在这里呢, 我们每一个timeslot开头的时候, 每一个UAV所可以采取的action对应到的是一个飞行的方向的改变的转角。 那我们假设呢, 无人机呢, 在一个timeslot所能改变的最大飞行转角呢, 为c.maxima。 然后呢, 这个, 所以这个action space呢, 只包含有从负的θmax到正的θmax这个区间里面所有限的一些数字。 譬如说呢, 它可以是从负45度到正45度, 然后每个5度为一个step的所有的整数。 这张投影片显示的是关于我们所设计的强化学习演算法里面所采用的reward function的一些特性。 那我们所设计的reward function呢, 那我们所设计的reward function呢, 包含了以下三个vectors。 第一个呢, 是无人机现在的位置, 以及它所临近的障碍物的无人机彼此之间的距离。 那这个因子在三个因子里面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一定要避免两台以上的无人机发生彼此之间的碰撞。 那第二个因子呢, 是无人机现在的位置, 以及它所想要到达的目的地彼此之间的距离。 那第三个因子呢, 是无人机现在飞行的方向, 以及呢, 从现在无人机的位置到destination直线飞行方向的夹角。 所以呢, 我们就是设计一个合适的reward function, 使得呢, 这个强化学习演算法在做决策的时候, 会尽可能的, 使得无人机跟它临近的无人机保持一定以上的距离, 避免碰撞。 然后其次呢, 使得无人机采取的动作可以减少它到destination的距离。 此外呢, 也希望可以减少无人机飞行的方向, 以及直线飞行到达目的地的方向中间的差异。 这张头影片显示的是两台无人机经过我们的训练之后, 它在实际飞行的时候会自发的避开碰撞。 接下来显示的是两台无人机在另外一个情境之下, 经过训练也可以自发的避开碰撞。 接下来我们所展示的是三台无人机经过我们的强化学习训练技术之后, 它们也可以独立自主地做决定, 然后避开不必要的碰撞。 这张图呢, 所显示的是强化学习演算法的这个收敛的行为。 那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呢, 只要expiration的probability是在0.01到0.1之间的时候, 那我们的强化学习演算法呢, 都可以在1000个episode之内就可以达成收敛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我们去看expiration probability对收敛的影响的话, 我们会发现呢, 当expiration probability比较大的时候, 比如说0.1, 那这个强化学习的演算法会比较早收敛, 但是它所收敛到的成功的几率是比较小的。 那反过来呢, 当expiration probability比较小的时候呢, 强化学习的演算法呢, 会比较慢收敛, 但是呢, 最后它所收敛到的success的probability是比较大的。 那这张图影片显示的呢, 是我们所提出来的新演算法, 相较于另外一个基本的演算法, device as a web point, 所产生出来的backward path的不同。 很明显的我们所提出来的演算法, 所产生的backward path是比较短的。 这张图影片显示另外两个演算法, 它所产生出来的无人机的backward path, 那其中呢, 涂上每一个蓝色的y呢, 代表一个地面的物联网装置, 那每一个绿色的圆圈呢, 代表这个位于原型的物联网装置, 它的最大的传输的一个范围。 那黑线的部分呢, 代表每个演算法所产生的, 所设计出来的backward path。 这张图显示的呢, 是四台无人机在一个网络中, 预先设计规划好的飞行的路径, 以及实际飞行出来的路径。 那其中呢, 不同颜色的路径呢, 代表不同的无人机的路径。 那不同颜色的y呢, 代表呢, 被不同的无人机所服务的地面物联网的装置。 那左边的图呢, 是事先无人机在起飞之前, 各自事先算好的规划的路径。 那根据这个规划的路径呢, 它可以完成它的package delivery, 以及这个IoT的data collection的两个任务, 并且用最快的速度回到它所触发的地方。 那右边呢, 显示的是这四台无人机真实飞行时候所使用的路径。 那因为在飞行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两台以上的无人机是靠近的, 所以他们必须根据之前强化学习训练的结果, 做一些闪躲的必要的措施。 此外呢, 这边也考虑这个无人机不能够在一瞬间做过大角度的改变。 所以呢, 右边的路径, 相较于左边的路径是比较圆滑的。 接下来呢, 这里的动画展示的是四台无人机, 如何在这个网路里面避开不必要的碰撞, 并且用最快的速度完成它的任务, 回到它的出发地。 那右边的表格显示的是, 这四台无人机它的index分别是从0到3, 它们事先规划的路径的长度, 以及实际飞行的时候的路径的长度。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实际飞行的路径长度, 针对每一台无人机都比它事先规划的路径长度要长一点。 那这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呢, 它必须做这个collision avoidance, 所以呢, 有时候必须要绕路才可以避开不必要的碰撞。 其次呢, 如刚才所言, 我们真正在飞行的路径必须是一个圆滑的路径, 而不能够在一瞬间做太大角度的改变。 所以真实的路径呢, 会比规划的路径要稍微大一点点。 那这张头影片呢, 那我们已经研究如何使用无人机来有效的做package的delivery, 以及这个IoT data collection。 那我们呢, 提出呢, 一个分散式的collision avoidance approach, 那其中主要使用到的技术呢, 是强化学习的技术。 那decentralize或者是distributed的方法呢, 在我们这里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有效的降低计算复杂度, 避开呢, 这个Makoff decision process, 是常常被别人所提到的所谓的curse of dimensionality的一个问题。 那此外呢, 我们也使用了各式各样的最佳化的技术, 尽可能在一开始规划无人机飞行的路径的时候呢, 就使得它的飞行路径是最短的, 然后再搭配上我们强化学习事先训练好的无人机, 使得呢, 它在真实飞行的时候可以有效的避开碰撞, 并且呢,尽快地完成任务回到它的出发点。 最后感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